我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闲事了 只要我的嘴巴能快点消暑 我就先前谢地了 谁让你没事去草丛里钻 现在被蛇咬了知道痛了吧 吓得我赶紧看看自己的脸 幸好还是盛世容颜 看来以后草丛那些地方得注意一下了 破坏我的脸蛋等于要了我的命 你能有今天的自恋 应该都是被你主人给带坏的吧 看到同伴们都这么帅气美丽 瞬间觉得我没脸再见相亲父老了 还是把自己埋心来靠谱 二哈 你这样就不怕吃一嘴的沙子吗 这位大姐 你是没脸见我们 还是准备瞎我们 告诉你 我花两块钱坐公交车是回家的 不是让你来吓唬我们的 这就是一个假的塑料模特 你们别大惊小怪了 这位大哥大概是我见过在地铁上面 睡觉姿势最时尚的一个了 浑身都散发出巴黎是双周梯台的气质 朋友 地铁到站了 我想你也该到家了 睡觉的时候一般都在想什么 还能想什么 当然是吃吃喝喝了 不得不说 我边睡觉边喝水的设计简直是绝妙 其实整个设计归纳总结为一个字 那就是懒 先给大家解释清楚 我把手机绑在耳朵边 绝对不是因为懒 而是因为每次和媳妇打电话 没有两个小时是不会挂电话的 太累了 我和媳妇打电话 一般什么时候没电了 什么时候挂电话 同学 老师现在终于明白你当初 为什么极力要求坐在第一排了 你上课少玩点手机 至于这么快就没电了吗 凡事都要计划好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每次去吃自助餐 我都是带着见味消失片去的 不吃回本 我是不会离开店子的 据说这家店只开张不到一个月 就被你们吃款了 不吃回本